台中市政府花了400万 在2011年推出了这个旅游APP软体 所谓一纸游台中 但民众发现台中这么大 难道只有五个景点好玩吗 因为这里面就只推荐了五个景点 五个景点里面还包括了所谓市府大楼 以及这个精品旗舰店 难道台中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都不好玩吗 对此市政府有所解释 在高科技手机的年代来到了台中市游玩 免不了看一下市府所提供的APP了 但这里面写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好看吗 我们带您走走看 结果呢按来按转啊转 这个台中市府的APP一直游台中 推荐的景点只有这五个 就连精品店也成了景点 难道是充数吗 台北高速也都有啊 那为什么台北都没有列 台中要把它列出来 其实很多的游客来看了这个APP以后呢 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这家精品店唯一的家台中旗舰店 也成为了市府推荐的景点之一呢 就连他们的店员也十分的好奇 我不会去那个景点 对 因为那个消费不提 台中市府的APP告诉我们 一定要来台中市政府一游 不过到这边仔细一看 好了没有错 的确是亚洲最大的LED的荧幕 还有雄伟壮观的办公大楼 但除此之外呢 哪里好玩呢 这里其实就是个办公的地方 这个花了400万公帑的 一纸游台中APP 被民众直呼有点瞎 因为秋红谷没有 连冯甲夜市也没介绍 还有台中市府2012年 推出了全新APP 挨游台中 但问题变成了新款iPhone手机 完全不相容 一开机就当机 可以游玩时间内 可以把整个周围的地方 可以都是 可以 给民众一个参考 一个资讯 市府坦承 这个APP嘛 它还在学习中 后续一定会给游客 一个完美的APP旅游软体 中文字幕志愿 朱显明台中报道